今天讲的太多杂七杂八的 比我预期想要讲的更慢 我们回到ASKIKO这边 大致上ASKIKO的编码 各位大概已经认识了 像比如说 它的A这一个码 你从这个图上面 有没有办法看出它是几 它是 编在第几号 OK 那它是怎么算的 因为这1234567 所以这边1234的部分 这边01 0123 这个部分它要乘以多少 因为567在这边 那这个是2的0次方 2的1次方 2的2次方 所以要乘以2的3次方 2乘以2的3次方 8加4 我觉得这里这里的号码可能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ASKIKO的编法 ASKIKO直接看我网站的 好 这边有ASKIKO的字元对照表 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前面有键号的这个是控制码 不是真的那个符号 好 那从这边开始你可以看到大的大写的A其实在65 10进位的65也就是16进位的41 16进位的41 好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可能就会很清楚了 16进位的41 所以这张表4 4 1 没错 所以它是从这里看的 Column这个呢 这个4 然后1 所以是这样看 4 1 然后4 2就是B 4 3就是C OK 好 所以这样看才对 好 那这是ASKIKO的编码方式 那这是英文的部分 中文的部分呢 会比较复杂 各位这样你 你觉得你认识的中文字大概有几个 从小学到现在你学过会写的中文字大概 各位觉得有几个 我觉得我会的中文字大概 3000多个就算是蛮厉害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哦 但是你知道吗 电脑上我们这个系统可以打出来的大概只有5000多个字 标准的BigFi的字码只有5041个 5041个 但是可以打得出来的字里面有很多我不认识的 所以你能够认识3000个字其实基本的阅读绝对没有问题 好 或书写都没有问题 好 那这是BigFi的部分 各位知道BigFi怎么做出来的 怎么设计的 BigFi它是利用ASCII Core ASCII我们刚刚看到总共有127个码 128个码 128个码 这128个码 从0到127之后 没有用 也就是本来一个byte可以表示0到255的 但是它从127之后没有用 也就是它少用了一个位元 它少用了一个位元 其实它ASCII是7位元的编码法 但是我们所使用的byte是8位元的 这中间所差的一个位元 这个区域就被用来做很多其他的其他语言的编码 那其中因为像汉字 汉字是一个一个特别字特别多的语言 你去看一下 其实亚洲的汉语语系的这些的字都会特别多